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4号下午出席军队领导干部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全军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强化思想引领 强化担当作为 强化工作落实 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打开强军事业发展新局面 会议召开前 习近平亲切接见出席党的二十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体代表 各邀代表 列席人员 同大家合影留念 习近平在会议上指出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 是解放军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 极不平凡的五年 中央军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带领全军深入推进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 科技强军 人才强军 依法治军 边斗争 边备战 边建设 国防和军队建设 取得一系列新的重大成就 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 习近平总结了上一届中央军委的主要工作 他指出 五年来中央军委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 创新军事战略指导 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 深入推进练兵备战 全力推进规划执行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加快国防科技创新 加强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 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持之以恒 阵风 速记 反腐 推动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巩固并拓展了党的十八大以后 强军事业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解放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 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习近平强调 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大开得很成功 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对于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加快把解放军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学习 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是全党 全国 全军的首要政治任务 全军要认真贯彻党中央部署 精心筹划组织 把学习 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件大事抓紧 抓好 抓出成效 要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主题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党章等重要文件 深入领会 蕴含其中的重要思想 重要观点 重大战略 重大举措 把全军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 习近平强调 解放军学习 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要把聚焦点和着力点放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上 这是未来五年解放军建设的中心任务 必须全力以赴 务其必成 要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理解认识 切实学懂 弄通 坐实 转化为推进强军事业的强大力量 要强化进取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 在勇于变革 攻坚克难中开拓前行 要真抓实干 埋头苦干 把担负的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确保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习近平指出 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决定了新一届中央军委组成人员 这是党中央从党 国家 军队事业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政治安排 军委一般人要牢记党和人民重托 牢记全军官兵期望 经济业业 做好军委工作 全军高级干部要讲政治 能打仗 善创新 重实干 言自律 履行好担负的职责 习近平强调 全军各级要按照军委计定部署 做好今年年底前各项工作 确保年度任务收好官 要把握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 搞好新年度工作筹划 确保明年全军工作开好局 起好步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